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移動世界是在講 那個有一群人可以瞬間移動的嘛 然後有一部 不是很有名 可是我也很喜歡叫做 移動城市是 那個美國隊長演的 就是講說 有團體在追殺超能力者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個片名就出來 想說 呵呵 抄襲片名是可以的嗎 哈哈哈 唉 不知道我也沒看那一部欸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片 嗯 彼得捷克森欸 我的媽呀 可惜啦 其實我覺得 可能會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對 但是我沒有機會看到 所以我們今天先聊一下分秒必爭 對 這是我在 這個禮拜當中 其實我昨天有去看那個啦 昨天有去看了隨行下 嗯 對 可是 下禮拜聊 沒有 他那個陳佑說他 希望下個禮拜再聊 沒有因為 對啊 好啦 我現在只能夠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是 對就是 看水行俠呢 你一定要先去尿尿 呵呵呵呵 真的 前 那部片很 就是他比我想像中的長 然後我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告訴大家我在看那部片之前 我的那個 呵呵呵 就是的遭遇啦 就是我進去看之前就是 因為我肚子餓你知道嗎 我是去看那個要化位的那種特異 所以我等於大概 八點就是我們七點就排隊 然後八點 八點要化位這樣子 然後我就等了一個鐘頭 在寒風當中 等了一個鐘 跟阿平 那時候遇到阿平這樣 在那邊排隊 然後就一邊跟他聊天 然後排到八點 然後去化位 感到非常的飢餓 然後我就下去 那個電影院下面的美食街吃東西 然後到那邊美食街吃東西呢 又覺得那個什麼 我需要 我需要喝的 因為我口很乾 然後我就叫了一碗豆花 然後我又吃了飯 飯還有湯 我就吃吃吃吃吃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阿好滿足喔 因為我餓了一個鐘頭 然後終於吃飽了 然後要進去之前就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再買個飲料呢 對 然後就買了檸檬紅茶進 我跟你講這就是錯誤的開始 你知道嗎 我沒有尿尿 我沒有去上廁所 結果他電影演到大概 我現在七十分鐘八十分鐘的時候 我就感到我 我已經感覺到我膀胱瘡起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呢 這是最大的痛苦事情 雖然電影本身非常熱到非常精彩 可是呢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我 那慢慢膨脹的膀胱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整個站那邊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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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很怕我溜出來 片長是兩個半小時這樣 對 是兩個半小時 大概140分鐘左右 所以你又多忍了70多分钟 对 然后呢到最后 我那时候完全能够理解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想要 看那个什么 不想要等到片尾名单结束以后 看那个花絮 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出去 但是我竟然还是坐下来 把片尾名单看完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人都不站起来 我很怕我站起来的时候 可能在过程中一个颠簸 就诶 然后就就注成大错了 这样子你知道 这样子会很丢脸 一带网红 你知道 然后这件事情是大新闻 半屏处那个什么尿裤子 在银城里面尿裤子 天啊 你想都觉得很噩梦 你知道吗 那个为什么 他中间总会有什么比较 冷的场所 没有这部电影就是没有尿点 你知道吗 他是全程精彩到最后的 所以我到最后那个 所有人都没有人要站起来 你知道吗 所以到最后所有的 我大概看 我也看得出来 所有人看完了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跑厕所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百多位 那个什么 急着要去尿尿的人 你知道吗 那个场面很恐怖 就是每个人脸都很扭曲 你知道吗 我自己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我 真的好想尿尿 然后真的很怕自己尿出来 然后那个 我的那个扣子 我已经把那个扣子解开 因为肚子会长大 然后我很怕他在压迫那个 压迫我的肚子 然后就是不小心喷出来之类的 然后到最后走路的时候 都已经一拳一拐的 就抓着裤带 然后在 呃 然后 然后 你没有用跑的吗 我不能跑啊 不能跑吗 我只能够在那边 然后就是 不能跑就震动 就抖出来 震动然后就可能会有 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各种 敏感的 就是各种敏感的动作 都不能够让你 嗯嗯嗯 你绝对不能够被碰到的 你知道吗 我这时候甚至有人想要搭我的肩 我都一定会闪躲他 你知道吗 然后进去的时候 我又很怕我排 就是还要排队 你知道吗 嗯嗯嗯 好家在没有排队 就是很多 因为 那个电影院那一 那一层 大家都跑到楼下去上厕所 就那一层没几个人上 你知道吗 很高兴 然后那一泡尿 我大概尿了5分钟 哇靠 对burst 就在那边 那种感觉 呼呼呼啰 大概你们去想那个就是那种 你有没有看到 尼可拉斯凯奇在变典里面 你知道吗 他摸那个 女生的屁股 那个时候的表情 大概就是那个样 然后再加上这部片里面 一直都在水里面 你知道他给我各种联想 你知道吗 好可怕 他动不动就喷水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 就很想尿尿 真是的 電影還叫水行俠 你知道嗎 唉 真是的 好啦 這部電影很好看啦 我下個禮拜再聊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說這部片啊 場面大到驚人 喔 它基本上已經是 就是已經到達星際大戰等級的狀態 它的特效能完到那個狀態 然後呢 我覺得DC這一次是 不成功變成人 這部片如果再不賣 我真的還不知道 它該要怎麼樣賣你知道嗎 就是它已經 當我們覺得正義聯盟 好像應該要獲出去 它沒獲出去 它打了一張保險牌 你知道嗎 可是水行俠呢 就是一整個 就是它去每個地方 然後每個地方都是一個很厲害的那種 環境跟場景這樣子 然後每個地方都一直精彩的打鬥戲之類的 然後 你知道我說 我就是揣著那個什麼 發脹的膀胱 我很怕在爆炸啊 你知道嗎 爆炸那個時候 有可能就是命就死在那邊 就是死在電影裡面 因為膀胱爆炸而死 還好 裡面的人並沒有那個上廁所的戲 裡面的人沒有上廁所的戲 但是裡面的人有講說上廁所的戲 裡面有一段戲 這個其實在那個什麼 他們曝光的戲裡面有出現 就是他們要去尋求一個那個寶藏 然後那個寶藏是那個已經變成了沙漠 然後他想說 怎麼會是這樣子 明明是水裡面的那個人 怎麼會是在沙漠 然後那個遺跡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出現了像 第五元素裡面的戲 就是第五元素 不是有那個火放火水放水 對不對 所以他就弄了一下那樣子 就是那個女主角 女主角是會魔法的 他可以控制水元素的 就是他從那個男主角的額頭 弄了一點水出來 然後擠在那上面 這樣 然後呢傑森莫莫亞 就非常 幽默的講了一句話 早知道我就殺一泡尿就好 你知道嗎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就是超想尿尿 不要講這個好不好 是的 好煩 你知道嗎 好啦 這個 一點一點小小的那個什麼 個人的 觀影 經驗報告 看這部電影 請去尿尿 先去尿尿 絕對不要像我一樣 不然你可能就是 2049不是很長嗎 沒有這種感覺 那個時候是早上 你知道嗎 然後我不曉得 反正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沒有吃什麼東西 可是呢 在看水星霞之前呢 我是喝了一碗 豆瓦 然後 又喝了一碗湯 然後呢 我又拿了一個檸檬紅茶的瓶裝水 進去喝 而且還把它喝完 大概在20分鐘後 就把它灌掉 這樣不行 因為我 我的習慣就是我手上有飲料 我會不知不覺的把它全部喝完 而且在很早 很快的時間就會喝完 所以就不要再把飲料放到我手裡面 因為我會自動把它再喝掉 好吧 那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在這邊是 鄭重的呼籲大家 你們去看水星霞 千萬要去尿尿 真的 不然你們到最後 你就無法去 享受後面的戲 你的注意力就全部都會集中在膀胱上面 不過這讓我想到 大概幾年前 我去二輪戲院 那一場戲剛好是 那個我一個人報場 因為那一天就是平常日 然後那個二輪戲院沒有其他人 他不是台北戲院 然後 我也是在裡面那個 突然尿急 但我又很想看下去了 那所以你就尿了 因為我身上剛好有一個空的可樂杯 真的假的 我真的 對我真的把那個 我真的把那個做出來 然後 我不敢做這件事情 對 對我就在聽內 把那個我的尿 那個放進那個 可樂罐裡面 乾乾淨淨的喔 完全沒啥出來 就是不是那個是那個什麼 小寶特瓶嗎 那個 是那個鐵罐 鐵罐 那你這樣不怕割到雞雞之類的嗎 沒有 沒割到啊 沒有割到欸 沒割到 他因為那個一條線嘛 那個很穩 很穩嗎 哇這個是 這個是要高超的記憶 我也沒有見出來 就直接進到那個洞裡面 沒有 那因為 那個 周圍沒有其他人嘛 我一個人報場嘛 然後那個電影院 螢幕也有光嘛 所以其實看的還蠻清楚的 我就可以啊 那個趕快 那個拉電影拉一下 然後那個位置喬一下 然後我都沒有碰到旁邊的東西 都沒有把旁邊的東西都弄髒掉了 就是 就直接 看完之後 就是那個 再趕快把那個 褲子穿起來 然後電影看完之後 就到廁所裡面把那些 我還以為你把那一罐 那一罐 多了一罐飲料 天啊 好啦 我覺得那個 那個什麼 不是寶特瓶 我還蠻訝異 因為寶特瓶比較簡單一點啦 你知道 你只要把雞雞塞到屏頭裡面就好 就好解決這樣 那沒辦法 我也預測不出來 我那時候會突然想尿尿啊 就像你的那個一樣啊 我真的是 我的矜持 沒辦法讓我做這件事情啊 我多年前有一次那個什麼 看電影看到一半忍不住去上廁所的經驗 我還記得我只有那麼一次 因為我看電影非常討厭離席 你知道 我沒辦法接受離席 你知道就連上次那個怪獸魚 葛林黛華德的那個什麼 我都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甚至不就是要把它看完 然後 讓我的上司在那邊等 你知道 你就知道我有多不討厭離席 你知道 那一次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就離席了 因為那電影也是跟你那個那個狀況 裡面就只有我一個人 這樣 然後就忍不出去尿尿 結果回來 電影結束了 你知道 What the hell 我還記得那部片叫什麼 你知道嗎 那部片叫做 那部片叫做 侏羅紀公園3 因為那部電影又比 我預期的還要短很多 因為第一集跟第二集都至少要兩個鐘頭 所以我覺得我回來應該還有東西可以看 你知道 結果回來結束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已經上傳 What the hell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 他就剛好最高潮都沒看到 不是 因為第三集真的是 後面一個就是一個那種感覺起來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就走了 那種感覺 你知道他後面是叫陸戰隊來 陸戰隊來然後他們就上傳走 然後那個陸戰隊與那個什麼 迅猛龍之間沒有發生的戰鬥 What the hell 為什麼不打啊 你知道嗎 你明明就是 身為觀眾就是很想要看到他打啊 你怎麼可以就這樣結束了呢 你知道成本太低也不是這樣玩 你這個到最後讓我覺得有點痘痘 你知道嗎 氣死我了 好啦 再那個時候再回頭告訴你們一下 水星蝦不會這樣子 所以他讓我非常的痛苦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個時候上次看的時候就是 哇 還有還有一關耶 還有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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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受不了了 就是 就是一關一關又一關 然後每一關都打很久 你知道嗎 好啦也許沒有很久 可是可能是因為我在膀胱的刺激下 我巴不得他 感覺起來好像每一場戲都很久很久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啦 為了不能像我這樣子 在再三的地上是講 先去尿尿 真實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擰進擂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帝王霸王龍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帝王霸王龍慘叫一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了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